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368 游台湾 好 7点33分17秒 我是周玉寇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Coco早餐节目 今天礼拜五了 我们又来开心的游台湾 来了解我们所熟知的 我们的生长的地方 但是其实我们在很多面都是非常陌生的 上个礼拜我们到了台中的大雅 麦芝香 提供给大家我们所平常不知道的台湾芝美 那么今天我们要来到的这个地方 是台湾的金芷的故乡 是苗栗县的竹南镇金芸芝 我们平常大概很多人都接触过 可是在台湾是哪个地方出产最多 今天给大家答案 我们所访问的就是福禄寿工房的负责人 这个张阳先生 张阳你好 Coco姐早安你好 你这个放弃了你的音乐的这个专业 回他家里面了 来承接你父亲所创的这个福禄寿工房 对 这个福禄寿工房 这三个字好像就跟你们的事业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对 因为其实以福禄寿图腾来讲的话 当然就是大家就希望就是可以得到多福多禄多寿 是 对 多福多禄多寿 这个在世者是如此 往生者更是这个希望能够让他一路这个顺遂平安 对 所以我们讲的这个民间的这个金芝银芝 这个都有不同的这种特色 而且都有不同的意义 你们的这个福禄寿工房所做的金银芝 是除了这个我们祭祀要用之外 他有非常多的公益之美 你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当年你的父亲是怎么样投入这样的行业的 好 那个我们家没有在做金银芝 我们家只是在收藏 收藏艺术 对 那因为早期我父亲 因为竹南中港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台湾生产金银芝最多的地方 所以叫地下钱庄 对 地下就真的是地下的意思 对 那可是因为我们家没有做 我们家当时的面包店 那我父亲就觉得说 奇怪那些做金银芝店的好像都很赚钱 对 那他就开始好奇就去研究了 然后就就开始全台湾各地就是去收收购各式各样的金银芝 那当时一直到 因为早期做面包有赚到一点钱 然后等于他这些钱全部都投入在这上面 那最后面包店也都收起来 对 他去收集这些艺术 你先告诉我们平常其实做祭祀 或者说做任何相关的礼仪的时候 都有经手处理过金银芝 可是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其中的工艺的部分 那你的父亲是怎么样去发现投入 而还追踪出这么深远的一个艺术的传承 因为早期因为我父亲他做面包嘛 然后他对于美的事物其实他很着重 那他慢慢他就会发现说 早期的金银芝图腾 他反而实际上他是在呈现很生活化的 那他虽然说有些线条啦 就是其实他是具有一些板画的一个血统 那可是以现在金银芝来讲的话 就是少了这一些仆着的趣味啦 那他就想说 那是不是应该就是要透过收藏的方式 把这些保留下来 你要不要跟我们谈一下 这个收藏的金银芝是什么样的东西 金银芝它就是用雕板把它盖上去的那些图案吗 对 那我们有收藏包括板 然后还有纸 对就是我们连原始的板都有去收藏 通常金银芝上面都有 你们你所说的就是 他前面金银芝每一罗上面都有一个 各式各样的板 板对不对 就是前面的好像这个 图腾 那个叫图腾啊 对 OK 好 那个叫图腾 对不起 我这个有点 有点实在实在太不懂我们的传统的理俗的 每一个金银芝每一罗上面都有个图腾吗 就是我们看到的银色金色的那种上面有画一些 这个图的或说写一些字的东西 对基本上来讲其实金银芝它主要分三大类 就是金纸银纸还有就是纸钳 那金纸大概就是晶晶亮亮的 那银色就是单纯就是银色那张细薄 那纸钳类其实它算最多的 因为纸钳类它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各式各样的图腾啊 比如说早期有 比如说怕蚊虫咬伤的啊 就是上面就可能就画一只蚂蚁啊 哦是啊 对 然后帮你画一只蜜蜂 就各式各样的图腾 其实算是真的就是一个生活的艺术这样子 我们在平常啊这个都没有注意到 所以我如果做一些祭祀啊或说宗教等 或者任何其他的这一类需要用到这个 呃所谓的呃呃呃这种这种金银或金银纸的 或是纸钳啊这种呃明纸的东西的时候 其他上面的这些金银纸的图腾都是有不同意义的 对 而且像我们平常在使用的时候 大概只会用到金银纸跟银纸而已 是 因为纸钳的话 它是所谓的呃呃法师在用的 那法师就包括比如说像道士和尚尼姑这一类的 嗯嗯嗯嗯 哦是 所以你的你们的福禄兽工房 嗯当时你的父亲他从一位做嗯张一鸣先生 他从做面包 然后他把面包当成艺术来做了 所以你家面包也会有那种那种小图腾在上面 有有有 啊真的呀 哦 那他去开始搜的时候 他花了好多钱哦 多年来 呃到到现在其实就真的还不少啦 那他自己就开始学雕刻了吗 哦他早因为本身我父亲他是国际艺术厂的 钻科的得主 对对钻科他原先在做一方面做面包师傅 面包店的负责人 他本身就是钻科的高级的师傅 他就对这个有兴趣的 嗯嗯嗯嗯 所以呢他就去找这些东西嗯 然后如果已经有的这个刻板的话 他就把雕刻板收集起来 对 要不然他就自己可以刻对不对 嗯嗯其实像以一般来讲 如果以他自己刻的话呢 嗯 他都会去呃融入更 比如说像之前他有什么纳西东八纹啊 那些就是一些比较可能更现代的东西 然后去结合 嗯嗯 那他都会去筑记说这是他刻的 因为比他收藏的板来讲目前他八百多块嘛 嗯那有些人他会质疑说哎那这些会不会是你自己刻的 嗯那实际上来讲就是因为我们每一块板比如说什么时候买的或者是呃从哪边人家送我们的我们都会做记录 哦是哦那他是呃这个呃就是说呃大家都怎么样去收集呢 那你就从小就跟着他呀 这个你也其实还蛮小的 哈哈哈哈 我们那时候其实就是全台湾的异品店 嗯 然后像鹿港那边很多那种老老异品店啊 是啊 只要有有新货进来就会打电话给我爸 哦 那曾经真的就真的都家庭革命啊 因为因为因为家庭本来不是很好 嗯 然后后来做面包又改善 嗯 那好不容易有一笔钱可以去买房子 结果爸就买了那笔钱来去买硬板 哦 然后我妈就快疯掉了 哈哈哈哈 对那可是后来我妈觉得说我爸他可以这么执着一件事情 其实就是慢慢的也是算蛮支持他的啦 哦 那就等于一路过来像我跟我姐姐念书都是用贷款的 哦是可是你们都念得很好 你姐姐现在还在美国吗 嗯对姐姐还在美国 美国做律师 对他在美国大律师 哦好年秀啊 嗯 那你本来是喜欢音乐 对就就是对音乐比较有兴趣这样子的 嗯 那现在当然就是我们讲这个福禄收工房 大概就是这种跟民俗艺术是有关的嘛 对不对 因为我记得我有个朋友啊 他很喜欢搜集那个暗孤的那种这个这个 做暗孤的那个阴摩你知道吗 是我知道 小时候有看过 就是那个 哦 苏俊斌就国民党现在主公会主任他们家好多这个昂固的这种这个 呃一模 而且有一天我还看到一个这个 这个昂固的一模做出来的那个钥匙圈呢 嗯 那这个就有点好像台湾的伴手里嘛 对不对 对对对 那你们的福禄收工坊现在所收集的这些东西只是做展品吗 还是有些商业上的附加的这种增加的价值的运用呢 呃一直在这方面的话是有一些朋友有在谈就是说 呃能不能把它就是比如做成各式各样的所谓的文创商品 是啊 那在这方面的话我们是觉得说如果只是单纯把一个图腾放在一个比如说衣服什么东西上面的话 其实这还不足以去呈现它的意涵在那早期是在成品有卖过类似的笔记本 哦用图腾 对用金银子图腾 对那当然我们现在是希望可以更富有所谓的让更多人知道说我们为什么要烧金银子 或者是说我这个东西是为了什么而烧 哦对哦 对那所以 必须要提个什么 我前一阵子是有跟朋友就是有朋友帮忙就是做成就是iPhone的APP这样子 哦做成那个APP 对对对 那现在已经可以在APP找到了吗 对现在是可以找得到 那只是我们现在在做一些改版的动作 因为希望可以更更方便使用 因为除了基础阅读之外 当然也是希望说可以有一些互动性的方式 对这些这个民俗的这种艺术的这种收集跟传承 它是只有台湾吗 你跟日本啊其他的地方应该还有这个触及对不对 有像去年我们在日本展了两场就是关于金银子的东西 哦好 对那因为其实日本他们 其实我们竹南中港这个区块金银子会兴盛也是因为日本皇民化运动的关系 哦是哦 对那所以其实日本那边他们对于金银子的图腾他们也蛮蛮有兴趣的 那当地的的收藏家我们在去年就是有一个合作就是我们就在那边展展了两次 嗯所以你看啊当我们在用金银子的时候这个去买的时候都搞不清楚上面的那个这个那些图案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后面还有很多我们的文化的传承还有很多人这个的精心的研究啊 那等一下我们就来请这个福禄寿工坊的负责人张阳先生来告诉我们 你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烧金银子 然后他哪哪种图案会有哪种故事好不好 将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在APP上找到这个相关的阅读啊 那呃这个努力其实对于民俗艺术的传承啊 这个发言光大是很有帮助 他当然是文文创产业当中呃非常重要的一环了 哎不知道我们的文化部长龙英台这个女士 他们最近有好多钱哦 有五亿可以做纪录片你可以去申请一下 好 哎真的耶 7点 OK哦好 7点45分张阳先生是 福禄寿工坊的创办人啊 张一鸣先生的啊公子啊 那他这个把他的音乐的爱好所学放到一边回到家乡啊 也就是啊 他在竹南啊 这个中港这个地方的啊 来啊 承接他父亲的福禄寿工坊 嗯 而且还有很多国际性的展览啊 这个啊 非常非常的令人敬佩 那可是当中有哪些奥秘呢 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都非常好奇又感兴趣 我们进一段广告啊马上回来好吗 好我们这个在这个寺庙当中啊 这个烧这个金子啊 这个做一些虔诚的祭拜 这是几乎人人都知道的传统 更别讲说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在扫墓的时候 在这个节庆啊 在家里面做一些啊 这个祭拜的活动也都要用到这个金子银纸啊 那金子银纸呢 在台湾是啊 苗栗县的竹南镇中港这个地方啊 当三百年前开始啊 就有最大规模的这种啊 金银纸的生产 主要当然是因为在竹南镇的中港 有一座庙宇叫慈玉宫啊 它是我们的三级古迹啊 因此呢 是台湾的很大的一个信仰中心 那当然近几年来 这些工厂也开始迁到别的地方 可是中港的传承啊 却没有磨灭 我们今天请到的就是 福禄寿工房的负责人张阳 他接续了他的父亲张一鸣啊 在民俗艺术跟命理上面的这个服务啊 那开创了这个另类的文创产业啊 那张阳本来是音乐老师 那现在是福禄寿工房的负责人 我请教你张阳 你学这个音乐 然后进入这个民俗艺术 后来你也接续了你父亲的这种命理服务 也就是算命啊 你经过很多的学习吗 还是你这个耳濡目染 从小就从你父亲那边 得到了非常多的天生的传承 其实还是花蛮采端时间学习的 因为其实这个 比如说像命理这方面 没有所谓的什么天生的 什么天生的什么那个都没有 真的是透过后天的学习 对那所以你是 你们家的APP 也有一些网路上的这种 这个命理的这种算命啊 这种不同的资讯 可以提供给这个下载的使用者吗 会有 OK 这还蛮创新的 因为我们希望 其实像命理这个区块 我觉得蛮妙的就是 它其实是一个 很古老的一个 也是老主线的智慧 那但是可能常常被不小心给走偏了 对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在这个区块 让大家去正视这个 就是不要把它归类在 好像就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事物上面 你自己是学音乐专业 对 OK 这也蛮有意思嘛 但是这个我还是蛮好奇的 就是说这个金银纸上面这些图腾 我们这个看到很多啦 这个你们所介绍的 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是不同的这个 这个节庆 或者说不同的墓地 要烧不同的金子银纸的这个图腾 对 你帮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像一般来讲 因为它其实比如说金银纸 金纸里面它又分很多 那如果说在生活当中 我们觉得说其实只要烧两种就好了 就是所谓的寿金 寿金 寿金 对 然后不然就是所谓的挂金 上面是一个寿字的那种 对不对 上面是福禄寿 福禄寿 就是那三个 三位称 那个图像的 OK 对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上面都没有图像的 然后只有一张细薄 然后一层金油 一样是金金亮亮的 就是没有任何图腾 对 没有任何图腾 平常买到的好像是比较通常是这一类的 对 因为其实寿金 寿金它就代表说是给上天的神 然后呢 挂金 那其实像北部有可能它会叫做四方金 或者叫福金 就是上面没有任何图腾的 那其实这个是给所谓的地上的神明 哦 是 所以那个叫挂金 对 挂金 一金就像挂包的那个挂 哦 挂包的挂 对 那像平常比如说我们去土地公庙拜拜的时候 其实也只要准备这两种就好了 哦 因为 寿金跟挂金 对 因为有时候如果说像 嗯 对 就因为基本上这两种它就可以通用 嗯 对那 至于后来可能一些商业行为延伸的一些金银纸 嗯 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它不见得是 它不见得是通用的 哦 对 但是你把它当成艺术嘛 可我看到这个好像中元节的时候也有一些特殊的特殊的图腾 哦 有 中元节 因为中元节快到了 你要不告诉我们一下 中元节我们一定会烧到一个东西叫做减衣 嗯 就是上面会有一些生活器物的东西 哦 哦 对那一般这是要烧给好兄弟的嘛 嗯 那其实这个在烧的时候它有个诀窍 嗯 它其实是一张邀请卡 嗯 那比如说我们自己家里在拜拜普渡的时候啊 嗯 其实可能只会准备一桌而已嘛 嗯 那一桌的话大概我们请个六位好兄弟来家里吃饭就够了 嗯 所以呢我们就只要先烧六张就好了 哦 是 对那像老一辈他们会想说哦就是要开始拜之前你要先烧嘛 OK 好 那因为一般去买的话一定都买一张就好了 好这个非常的有意思就是说烧机引子都还是有学问的好 非常谢谢 谢谢